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种是内部酒局 一种是内外结合的酒局 内部酒局是我们企业内部公司 不管是央企 企业内部他们的职场的酒局 这个里面就对小白 特别公司的年轻人压力很大 因为在这个里面 他一个是讲究主次 一个是要讲究服务 第三个是要讲究对领导要表现出他的热情 再一个也要表现出整个他个人的一些素质 同时也表现他的语言功能酒量 这对很多职场的小白来说 特别是一些女同志来说 也是很大的压力 因为这里领导 我叫你跟我们大家那块喝酒 喝酒的目的并不是喝酒 而是喝的是人情 喝的是世故 所以人简单不是喝酒吃菜的 酒和菜经常都可以吃到 但是这种跟领导在一起 跟客户在一起 特别是要达到一些目的的客户 比方说银行贷款 信贷合同 对外的联络 特别是上街来检查 评比等等 这些接待的喝酒 又对企业的这种小白也好 公关的也好 特别女同志也好 真的是比较大的压力 对 我也觉得 其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领导为什么会设置这个主局 他是为了自己享受吗 其实不是 他也是想要考验人家 想要看到哪些人的刚刚说的人品素质 还有处事能力有没有到位 所以我觉得从领导的角度 也是想要考验 想要测试一下他的团队的能力 但是对这个小白来说 你面对这个测试真的是很难 其实职场的酒 喝酒 本身它是对一个公司职业的 一个情商的考验 你是不是具有这种情商 你能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喝什么酒 讲什么话 见什么人 讲什么话 这种都对你情商是一个很 其实它是一个测试的指标来的 我觉得 包括很多 包括要进公司 一个面试的时候都会有一个 可能问你 所以他肯定不会写到 那个答卷里面 他问你 随便 你能不能喝酒 你喝几两酒之类的 一般不会 但这一点的话 男生当然 男生有些当然是本身喜欢喝酒 他就很享受这么一种状态 但有些本身不爱喝酒的 有些在市场里面 一些交际的酒量 超过他本身的那种酒量的话 那他就非常痛苦的一个 女同胞下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了 反正因为他除了酒以外 还有各种 要应付各种比较变化的 你跟那种有些客户之间那种 那种一喝完 大家都处于一种比较狂浪 一种状态 以后 女同 作为一个女生的话 就比较痛苦了 对 我觉得这个说的对 就是大家喝嗨了 那么兄弟之间表达一点心理坏了 那挺好 但是往往市场 他要求 能在酒桌上能够应对的 就是最好是女性 而且也长得漂亮 因为他需要这样一种角色 但又不能太过分的那种跟客人 经过了考验才培养出这种能力 不是新 这个小白兔的话 它就很难 对啊 就类似我们以前的那种 让板西的什么 阿清嫂这么一个角色 他应对自如 第一水不漏 不堪不悲的这种 对对对 我们每个公司 基本上都设一个办公室 或者设一个公关部 或者一个接待办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他这样的一个机构里 一般来说 他要选一些 我们所说的就是精兵强将 他在对外的方面 特别是要有男有女 女性的 像我们张老师刚刚说的 女性要长得漂亮 要会说话 而且还要能喝酒 就还会左右逢源 这个说话到位 酒也到位 叫对方也能满意到位 还要起到三个到位 我们说的一些 就是个专门的一个职业 对 他们这些女孩子 一般来说领导带他们出场 就是要给对方客户 领导 叫眼前 第一是眼前一亮 第二叫说话 舒服 听也听完 第三个敬酒 就是能敢喝 敢敬 敢说你随意 我干了 敢说这一类的话 这样的话使对方觉得 你这个单位很重视我 所以说每个单位的老板 带人他都是这样的 甚至有单位没有这样的老板 甚至要借一些他熟悉的女性 女职员 或者他的女朋友 今天过来帮我走个局 喝点酒 叫对方满意一下 现在呢 就是说在我们深圳也好 在中国也好 现在呢 就是市场经济 他往往就是把酒局 作为市场经济的公关 交换 或者说生意中的一种形式 所以发挥的这个作用非常重要的 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专业公司了 对 他的 专门是借一些女孩子 借你孩子 叫代贺公司 代价 他会把你的酒局搞得非常嗨 非常嗨 而且他们也是挂着公司的牌 我就是个公司的人 他不说我是代理他 我就是公司的人 那必须的 我们老板就是麦子 他就可以这样说 是不是 就这样子 就像很多很多事情呢 都是先有一个就是难处了 比如说很难 很难那个忽悠你自己 这个公司里面的人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不是他的职业 对 那现在就有一个产业来 产业链来解决了 对 好的 OK 那对于这个小白来说呢 我自己也听说了一些建议 比如说呢 你眼前里也是有两个杯子 一个是你的酒杯 一个是茶杯 那你喝一口酒 你先不吞下了 把它吐到茶里 其实我觉得这样很浪费 但是也是一个捷径 也是一个可以让你 逃掉这个醉了的这个命运 还可以继续表现下去 你们赞不赞同这个做法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建议呢 有些自己酒量的话 大家就会有一些很多很巧妙的一些作弊的 劝酒的他们也有人作弊的 喝的也有 劝酒作弊 我就是过 我参加一个朋友的一个生日宴会里面 OK 那么兔仔 表面上让我喝的清酒嘛 我一直都喝的清酒过来 然后就到清酒 偷偷倒了白酒进去 应该在清酒加白酒哪有不倒之理 不是拯救自己 而是加大你的这个负担 对他们逛我 说他们是作弊 当然你工也有作弊 房也有作弊 房也有作弊 偷偷的比如说换 换一些矿泉水之类的 这些大家都很多人都这么做的 但是你也可以避免这种像 就是不喝酒被赏巴掌 或者是就是被劝出去 或者是被要求下跪 所以我看到这个事 我觉得很震惊 我觉得这种事反倒在中国市场里面 不大可能会发生 没有那么变态 没有那么变态 就是这种 我觉得这应该是个案吧 我希望是个案 不要是太表现 当然我们也希望是个案 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案 反倒这种事我觉得 更有可能发生在 比如说日本 韩国的这种在智商里面那种上下级 关系非常严厉的 很严苛的这么一种状态 因为日本的话 比如说日本人本来的公司 就像一个有点武士的这么一种 比如说一个武士 管在下面的那些楼楼 让你喝你就喝 然后就跪在那里 这种事反倒在日本 有可能会发生 你看那个半折直树的那种 电视剧里面 它那种一旦它输了以后 那都像狗一样跪到爬在那里 在日本这种上下级的 它就银行 那感觉这是 银行规则的一部分 他们也不叫抢规则 基本上属于民规则 或者说灰规则 灰规则 不灰不白的这种 其实在我们这儿 这种不能提倡不能发展 尽管等级森严 但是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尊严 那么其实像我们有一些小白 跟领导出去喝酒 特别有一些公关的 不管是男职员女职员 其实你要有几个准备 第一你要知道 领导今天会带你去什么场合 你要了解 因为你们公司做什么的 你们领导叫你去 肯定是要干什么 你要首先第一是要了解 有思想准备 对不只是吃喝 第一要思想准备 第二个要有心理准备 所谓的心理准备是什么呢 今天可能要喝白酒 你是不是不要空腹喝酒 你是不是在路上 或者说你事先吃点饼干 吃点馒头 垫一垫底 这样的不能一下就醉大 是吧 这个你要有心理上的准备 第三呢 你要有一种 就是跟领导代官喝酒 过程中 你要有一种什么准备呢 你要有一种茶言观色 灵活多变的准备 领导里面什么意思呢 太难了 这个就是确实要做这个功课的 领导看你大男人一米八 摸摸唧唧的 喝一口酒 看你像个娘们一样 他可能对你不满意 这也对你是个像 最早张老师讲的插言观思 就是个人品的考验 这时候你可能真要做点牺牲 如果你开始就很爽 领导可能不会找你的毛病 我也会带过很多人出去喝酒 我一看这个很爽 我就不找你 我就对那种 说喝不喝 摸摸唧唧的端杯又放下 喝一口又吐掉 我只有一段发现 我就很想你喝 但是不会动手打你 中国是人情社会 讲究无酒不成习 当把酒搬上了生意桌 酒变成了感情的催化剂 那么酒杯之下的生意 是如何坦承的 世界各地的酒桌生意风俗 又有哪些不同 请继续收看 全世界都有这种 欧美也会有这样的 对对对 我认为就会有的 包括我们澳大利亚也是 就是你要跟一个重要的一个人谈判 谈合作 那大家必须得有一点享受在里面 不一定是提供各种陪伴 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 但是我觉得是离不开酒 这个酒桌上面的 这个喝点酒 让大家开心是很重要的 欧美喝酒的习惯比较好 它不会 大家比较随意喝多少算多少 不会说让你说这种拼酒是吧 对对 那个日本 日本的也还好一点 也会相对随意一点 那日本人也是喝 喝得紧狂的 一个是除了中国 还有一个韩国也是 韩国也是 对 就这两个国家最少 OK 但是我觉得就是喝点酒 就是自古以来这个酒 酒精这个东西 人类一旦发明它了 或者是发现它 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东西 因为你喝了点酒 会自然就更开心 你自然就更愿意 就是越过各种各样的冷场 或者是尴尬的这种因素了 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更舒服 更融洽了 酒厂对这个酒是这样说 就说握百次手 不如喝一次酒 我觉得有道理 百次手 不一定留着什么深刻的印象 喝好一次酒 印象就深刻 那么现在为什么要讲酒桌上 很多生意也好 互相认识也好 都是在酒桌上来 你说在办公室谈 好像这样这样的事 相对也有 但是没有酒桌那么放得开 对吧 放得开 对对对 所以在酒桌上 它往往就是说 我们现在叫主菊 叫一个菊 这个主菊的目的 就是要达到我的目的 我来主这个酒菊的目的 这里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 那么除了有酒 而且酒也要根据我们今天的情况来决定 是白酒还是三中全会都有 还是像日本的清酒 还是澳大利亚的红酒 它也是分场和分人的分情况 第二种菜肴也是根据对方朋友来 第三种人员的搭配 对方是个什么角色 什么职位党位 我们这边配个什么样的党位 对方也可能会带一个助理 也带个秘书 那么我这边配个什么 他都在讲究这个酒局里面的搭配 但是目的其实很清楚 就是为了使我们更好地推进公司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 目的达到 它就是这个目的 所以说酒文化 就是它在酒桌上的生意 就体现了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还是 可以说是中国的比较著名的一点 就是比较普遍的一点 就是以商业目标为理由 来组织非常非常盛大的这种酒局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菜也是一级的 酒肯定也不便宜 对啊 各方面的就是 他安排的就是 要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要给对方面子 这些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酒桌上面 可以真的谈成成大生意吗 他肯定对于千和从 他没有一个直接的 肯定现在也不可能 有谁把和从带来酒桌去 不可能的 大家是通过酒的这种 说废话 说什么闲话 大家通过这个来增进感情以后 然后就往千和从就迈进了一步了 OK 你可能平常要费很长时间来沟通感情的这种事 酒桌可能一个 就一次两次就可以搞得定 就感情走进以后 千和从就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所谓的酒文化的 它就这么大一个作用 它其实也不光是中国 韩国 日本也是一样的 东方社会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性 我认为就是有很多地方了 包括我一些法国的朋友 他们也是 就是如果想要签一个大单 如果想要完成一个谈判了 那也是离不开这个 促进感情的这个场合 真的是离不开 像汤圣约当然除了喝酒以后 还有另外一种沟通方式 那就咋告夫了 这也是另外一种 他们两者都是一曲同工 都是起到同样的作用 对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就是为了离开办公室 为了离开谈判桌 对 而去做这个事情了 因为希望你除了这个 心情会能refresh 就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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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可以除了谈判的这个内容之外 你可以在别的角度 别的方面去了解你的这个谈判的对象 其实酒桌是合作的第二步 第一步不是在酒桌 第一步是双方已经互相有一个了解 已经有个知己知彼了 我觉得我有跟你合作的可能性 或者我有跟你合作的条件 所以对方才肯出席你这样的酒会 你说你第一次认识 你说来参加 人家不一定给你吃饭 不知道你是谁 再给我 它的第一步是双方已经基本上是知己知彼了 你是个企业 我是个银行 或者你是个上线 我是个下线 我是个上游公司 你是个下游公司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也可能需要你 你也可能需要我 在第一步是你要达到这儿了 第二步才是到酒桌上 所以生意是第二步到酒桌上 但是到酒桌上就叫加深感情 加深了解 加深生意的推动 它是达到这个目的 其实第二步酒桌上 也像我们的张老师 也不应该在酒桌上签合同文本 正本付本 不应该在酒桌上签 它只在酒桌上 就要对方都了解 我了解贷款方 我了解付款方 都互相了解 了解了以后 通过整个酒桌上的 酒席上的一次运作 甚至可能是两次三次酒席上的运作 这样的运作后 使我们对对方的实力 对方老板的能力 还有公司团队的能力 有个充分的了解 我就敢给你放款 甚至我敢把你所需要的项目 给你一部分 他说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就是说通过了第一步的了解 第二步酒桌的生意运作 第三步 他们回去的综合的考评 考核 最后可能庆功酒也是在酒桌上签的 但是还是一定不是一步到位 他有经过 当前来说经过几个来回 因为现在商场太复杂了 很多酒桌上 一个是酒桌上有人对你不了解 他最后喝了你的酒 吃了你菜 他也不一定给你签合同 他说酒话不算话 第二种 他有这种通过喝酒了解 你不行 你不是我的理想的合作伙伴 我贷款给你可能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所以我就可能不给你签 所以我可能第二回就 我就不给你再喝了 到此为止了 这是酒桌上 这一次 第一次他就是一个短兵相接 或者说是一个考验对方的 了解对方的一个过程 所以第一次 一般的人是不谈生意的 像我们参加很多 他一般是第一次是不谈生意的 为什么 生意已经私下沟通了 在酒桌上不谈 酒桌要谈什么 就谈感情 友谊 风花血液 讲这个名人意识 就讲这一套事 互相讲段子 讲新闻 他为什么 通过这互相了解 他不是政治规矩 我贷款你给我几个点 他不谈这些东西 因为酒桌你要谈这些东西 那就很正式 他不谈这个 对对对 他只是应用这样 所以说为了达到一些目标 公司肯定是可以拿出这个开支 来准备这种酒局 但是呢 也不是说这个酒桌 本身就是为了完成的一些事情 对 还是围绕这个大事 是一个进行的过程 在古代 酒文化是一种雅趣 古代的酒局中 大多讲究 以文会友 以酒助兴 推崇的是微醺的意境 酒文化迷人之处 究竟在哪里 这届年轻人 能终结酒桌文化吗 请继续收看 讲到这个酒这个历史 我倒因为我自己是写书法 我比较对这个酒这个字 它是在传书里面 这边是三点水 讲的就是水 然后这边这个字念油吧 这个字念油字 对 它在传书里面 这个油字就有点像一个 底下就像一个毯子一样 对 然后上面那一横的 就像一个盖子一样 然后里面的这个盘子里面 就塞很多东西 就各种原料 各种食材丢进去 然后通过这个一个 去发酵 然后水要灌进去 对 它是一个像型的这个 中国历史上讲的是 杜康发明的这个酒 OK 之后中国的历大的文化人 包括王羲之 也是喜欢喝酒 对 比如说王羲之 他儿子王羡之 趁他老爸在外面喝酒的时候 他在墙上模仿他老爸 写了一墙的那个字 模仿他老爸的这个字体 然后王羲之喝醉回来 看这个字 我还没写过这个 我写的有那么差吗 他成为一个很好的 之后包括李白 就跟我说张旭 这些狂吵 都是跟酒很有关系 包括苏同坡的这些 都是他诗根本就离不开酒的 所以这酒文化 当然在我本人对酒的理解 我就可能更直接 更粗俗一点 其实人类之所以发现 这个酒的奥妙 其实就是可能 在一堆的水果 或者古物里面 它可能实际上藏了以后 它自己发酵了以后 对对对 有一种产生的一种 香味也好 臭味也好 这东西的话 它产生一种 对人闻到这个味道 有一点迷迷糊糊 迷迷糊糊的话 文化就是产生了一种 很舒服的一种 致幻 致幻性 我们现在说致幻 就容易联想到毒品 其实我说来说 这个是好的致幻的这种效果 但也反正致幻的话 产生各种联想 各种文化就产生一种幻想的 这么一种东西 对 酒本身也 产生一种分享 对 从这个时候 它就跟文化从此 就结下了一个不解之缘 就跟文化 甚至酒本身 它就是文化了 你不能说酒的文化 它就要酒文化了 它本身 它就具有文化的特征 在里面 文化本身 是要去过沉淀 需要发酵 然后再产生 产生一个影响力 这种就叫文化 对吧 酒本身 它就 找着具有这种功能 对 它就跟壁化 也是很久远的 一个东西来的 对 所以包括现在猴子 它也是 它也是会会闻到一些 有一些 比如说有些腐烂的 一些水果 它们会去再来吃 吃了以后就呼呼 然后就睡着了 这个通过动物学里面 它们也发现 其实猴子这个经历 跟人类早期的 原始的时候 它这个是相近的 可能是相同的路线 这个就是 可能就是酒的一个原点 在我理解 它就是酒的原点 所以它一直能够 延续那么长时间 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觉得酒是确实一个 很美好的东西 当然你要太过的话 当然产生很多不好的 一些东西 一切好事情都要有个度 是不是 有个度 对 酒的这个行程也是 就是长期的发酵 慢慢培养出来的 这个文化肯定也是 慢慢培养出来的 不论是一休而就 而且一到出来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珍惜 人类好像发现一些 美好的东西 好的东西 包括美食也是 那本来是一个 很偶然的一个现象 对 没错 包括像收回这个酒 比如说像法国人 发现葡萄酒什么东西 碗菜葡萄本来是 一种腐烂的那种 碗菜葡萄 是有点腐烂之前的那种 刚刚好 很熟透的那种状态 以后 而且他发现了那种 他就做出了 贵府酒什么东西 这东西都是很偶然的 其实酒文化 现在已经和经济文化 是联系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国家 现在为什么对酒 你像比方说 中国是白酒的娘酒大国 又是白酒的饮酒大国 又是对外白酒消费的大国 而且酒对各地的税收产生 贡献非常大 你像贵州 那就一个茅台酒 就贡献了贵州的税收的50% 光一个茅台 这么多 是啊 贵州他们 主持人办事副的领导跟我讲 贵州什么叫烟酒碎收 一个烟一个酒 烟酒碎收 所以说酒为什么和经济来 刚才我们谈到酒文化 现在酒文化更多的 文化和经济 叫相结合 酒文化 酒搭台产生的经济和文化 比方说像茅台酒 现在老百姓有两句话 一个叫买不起的茅台酒 茅台酒现在已经两三千块钱一瓶了 买不起的茅台股 茅台股票 一千四百块钱一股 一手十七万 买喝不起的茅台酒 茅台酒到两三千 甚至年份越长 酒越长 所以它这就是一种酒文化和经济文化相结合 而且我们的股市里面有酒板块 这个酒板块对各地 像四川五粮业 卢州老轿 它就是试试安风 你像河北 对不对 它有很多酒 北京红星二锅头 对不对 像这种地方酒 它都有酱香型 清香型酒 它都支撑了各地的一些经济 所以它又经济 文化又把经济提升了 所以说我们谈到酒桌上 酒桌上表面表象是酒文化 酒生意 但实质上谈生意 谈经济 但是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 现在把酒的职场上的酒的延伸以后 我都觉得像我们职场上也好 酒桌上也好 我觉得还是要提倡 一个就是喝酒 像刚才麦子说的 喝酒叫十量 十度 十喝 三十 对不对 十度 那就是不要把自己胃搞坏了 第二个就是十量 能喝多少 喝多少 第三个十喝 你喝什么那块喝酒 女同志 她毕竟身体不如男同志 她酒量容量也不如 你就不要怪人家 要十喝 十场喝 对不对 这是我觉得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还是提倡了文明饮酒 文明饮酒 而在有几过程中可以讲笑话 讲段子 但是尽可能的近黄 这个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提倡的 从历史上 第三个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90后职场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个锻炼的机会 但是不能采取那种粗暴的 你喝酒 跪着敬我酒 甚至你不喝我要打你的嘴巴子 很多老板比较一些粗野的动作 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酒文化酒多所提倡的 也是对小白心灵的一种伤害 我觉得第四个就是我们能在当今的这种市场经济的大潮中 还是要充分的发挥运用好酒厂或者酒上职场的一种功能 使我们的对外的合作对内的发展能有一个很好的进步 我觉得这倒是我们应该所考虑的 那我们就是我们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酒的文化 酒的这个故事 酒的场合 对我来说我认为就是最希望可以参加的酒局 就是跟好友一起 跟有意思的有文化 有想要分享内心的人在一起 然后这个酒吃两喝 就可以促进这个这个局的这个开心的一个进度了 但是呢我们只不得不承认了 喝得起茅台的 这种局应该一般都是有经济的一个目标的 对就是比如说是谈判呢 或者是就是与客户拉近距离啊 这种这种务实的目标 我们这个没有办法了 所以呢这种酒局我们也得接受 我家有猫胎下次听你们来 好好好谢谢 那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 要负责任的接触这个酒这个东西了 不能他们太随便的也不能用来伤害别人 应该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这个文化应该是应该应该是可以 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感觉 而不是破坏人的 酒疯自己前被杀 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 好那说到这我们真的应该 等一下一起过去喝一杯好不好 可能今天就要在这 今天经历